你不要白餅 如果你有其他朋友和姊妹的問題 我請你不要破壞 因為你在這裡的生命 跟另外一個丙禮的弟兄或姐妹有問題 你不能白餅 讓你真的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之後才摸平 因為你有其他朋友和姊妹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下一次我們白餅的時候 大家要思考兩個問題 我有罪的問題沒有解決嗎 我要認罪 我跟弟兄 某一個弟兄或某一個姐妹有問題 我先跟他合了 I have to be in good terms with him reconcile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真的 白餅不是一種儀式 白餅是一個屬林的實際 我們教會如果弟兄姐妹能夠正視罪的問題 能夠正視人與人之間 弟兄姐妹之間的問題 我們的教會會有大的發展 所以我們的教會會能夠復活 相信嗎 相信 OK 接下來 我們講下去 一個屬肉體的基督徒 他往往會犯肉體方面的罪 我們一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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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在我媽祖地上所成功 乃是在我身體裡頭的罪分的 他說 罪分的自成為英國 罪叫我死 我已經派人的罪分 乃是在我身體的罪作 信徒守護你的時候 多時可以在旁邊的罪分的生活 以罪分的復活的復活 反而是所謂的罪分 OK 好 這裡 聖經裡頭呢 羅馬書第七章告訴我們說 在我裡面有兩個律 這個律不是律法的律 這個律是規律 這法律是自然的法律 比如說 你把一個東西 把這本書扔上去 例如說 如果你把書放上去 它會不會掉下來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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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律啊 這個叫做萬有引律 這個叫做萬有引律 就是說肯定的 你扔上去 它一定掉下來 這是沒辦法改變的一種律 所以這是自然的法律 這是自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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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基督徒信主了之後呢 因為我們這個犯罪的生命還在我們裡面 這個要等到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 這個問題才能夠完全完全解決 這個問題才能夠完全解決 這個問題才能夠解決 只有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完全解決 所以這個律經一直有犯罪 有時候我們犯罪 我們說 我是好人犯罪 其實不是 我們是罪人犯罪 罪人犯罪正不正常 罪人犯罪人犯罪 所以在我們裡面 有罪性 這個罪性經常會發作起來 它就會按照罪的規律犯罪 但是在我們裡面呢 因為接受了主耶穌基督 就是我們有一個不犯罪的生命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律 就不犯罪的律 所以這兩個人就一直在交戰 所以這個罪呢一直在找機會 來讓我們犯罪 來引誘我們犯罪 來引誘我們犯罪 有沒有 是不是 有一些人呢說 我脾氣很急 你們不要惹我啊 要不要講這個句話 不要惹我 結果呢 其實很多人要惹他 在家裡呢 家裡的人惹他 在路上走 街上的人惹他 結果他把職人推給別人 其實 是我們裡面的這個罪性 在哪裏化罪 所以我們作為這個人 神給我們一個很寶貴的東西 叫做自由一致 我們可以選擇跟從這個犯罪的律 我們可以跟從這個不犯罪的律 決定是你的 你決定靠著主 這個第七章最後說 靠著主耶穌基督就可以擺脫這個犯罪的律 所以這句話說 如果你完全依靠著主耶穌基督就可以避免這個法律 你可以避免這個法律 信復的自主 OK 我們再讀下面 Let's continue OK 在前面 我們看看你 給我們一起讀 再回 OK 現在從這裏 OK 這位呢 這方面呢 應該是對還是不對 這是正常的 但是呢 如果你缘据这个罪的律,就会出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个乌羊 乌羊就是吃东西吧 如果你不是根据神的律,而是根据肉体的律 你知道这个食物能够叫人家犯罪的 有没有可能 人家说病从口入,罪也可能从口入 有一些人这个食物就过不了关了 圣经叫我们有几样东西不能吃 哪里呀? 血 还有什么? 记过偶像的物 热死的牲畜 因为你吃了这个热死的增速,你就等于吃血 热死 有没有,有一些人就是,然后呢,你说,他说别的东西你要过,不吃可以,但是这个我一定要吃 计过无瑕都没有 而我很饿 因为我没办法 这个是很大的关,很多人都过不了 所以,如果我们这方面不是按照圣经的属灵的律 这个可以使我们犯罪 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的法律,我们就会罵着神 生育 另一个是 生育 生育,我们知道 性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知道,性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 有没有性犯罪的事情? 有没有 其实很多很多,现在很多的罪都跟性有关系 然后呢,这个是保护 保护自己 所有你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 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自己服务 对不对 圣经是叫我们要舍己 而不是要你天天为你的脂去那里做安排 所以,我们教授说,我们永远必须要把自己服务 而不是为了我们每天的预计 好,接下去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继续 我们一起读 肉体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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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是跟罪有关 所以,这里讲到肉体的喜好 其实肉体的喜好 最后,都是跟罪有关 所以,这里讲到肉体的喜好 几天前有一个弟兄说 可不可以喝酒? 可不可以喝酒? 可不可以? 好像不太有把握 可不可以喝酒?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喝酒 但有一些教会呢 他到了之中不可以喝酒 但是不可以喝酒 我说,这保罗还叫提摩他喝酒 我在圣经里头有没有讲 这个醉酒呢,就是你酒精已经控制了你这个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肉体 我们就看这个显而易见的事 所以,我们只要看这些不同的事 坚淫、污蔑、邪、淡、拜偶像 邪术是什么?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算过命? 看过什么? 看过像? 如你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做这些事情 现在不做了,因为这是属肉体的事 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上门WeChat 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发的帖子或者转的帖子 实在是有问题 所以,我这里我不讲具体的人 但是有些人发的帖子 是壮大运啦 然后属出的人要注意啦 甚至有些人想想,现在是哪一个星象的人要注意什么事情 这些跟邪术有关系 好,我们对照一下宙体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了 那怎么解决呢? 你以前做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 有一些人说,我有这样的问题,我就改嘛 改,对不对 对不对 对,要改变啦 要改变 但是圣经不是叫我们改的 叫我们什么? 死 叫死 肉体的出入 只有是死 被十字架 什么作用? 所以,要扶持纸,什么意思? 十字架的作用就是,十字架就是死刑的工具 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 我们借着洗礼跟主同时同埋葬 然后,下面有句话就说 对罪 对这个世界,我们当看自己是什么? 死的 所以,当我们在洗礼时,我们在宫家 所以,我们看著世界,我们会在杀赤的世界 我们会在食礼時 我们没有在乎死的世界 比如说,你经常犯这个 发怒的罪 比如说你有这个嫉妒的罪 你要犯的时候,你告诉自己,我已经死了 别人又会让你生气 死人会不会生气 死人你踢他起脚,他会不会起来,踢你,毁你 你如果人家骂你,你会生气,会起来,就证明你死不透 是不是 你如果我拧你一下,你会觉得,哎,你还没死 所以现在的神经常拥起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看我们真的死透还是没有死 我们说我们已经以死同死同白产,那其实我们就死不透 我们会生气,我们会 别人讲我们的话,我们会难受,证明我们的感觉还没有死 然后你如果要属灵,向着神,向着主的话语,向着祂,我们要看自己是活的 但是往往在教会里有一些人,一讲到事奉,他看自己是死的 找别人嘛 我动不了了 我做不了了 我一把年纪了 所以我们反过来 我们对这个世界 对肉体的事,我们看自己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能够能够真正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生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上你 我感谢你 已经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 我们有圣灵的内住 主啊,求祢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 让我们向着神看自己是活的 主啊,求祢致死我们这个犯罪的肉体 让我们对着这个世界,对着罪,会看自己是死的 求祢的圣灵也充满我们 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荣耀祢的名 将祷告,奉主耶稣 祷告,奉主耶稣